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例 今天来信的朋友叫做小云 32岁 那她的工作是补教业 那接下来我也会依照以白诊疗表单的四个区块来读小云的信 那在第一个部分 你是关系中追的还是逃的那一方 小云的回答是 她跟男友交往将近五年 然后相处跟朋友一样 可是如果有争执的时候 小云发现她自己是追的那一方 然后男友通常会沉默当机 那只要她认定男友是故意回避 就是她这样跟男朋友讲 男朋友会更生气 就会忍无可忍的就离开现场 让小云又觉得很受伤 然后在你们的典型失控对话 这个区块 小云没有回答 然后第三个区块 在听课或练习困难的地方呢 小云也没有回答 一般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回答这件事情啊 当然还是可以问啦 但是没有回答这件事情 其实是会蛮影响我给你的回应的 就是 就是 有点可惜 因为一定是很难受嘛 很不知道怎么办 才会想说 然后又听课可能有一些新想法 而且填表单的机会只有一次 对 可是当这两个讯息 尤其是你练习的时候 碰到什么困难 不完整的时候 就我得到的讯息不够的时候 我这边 对不起 我要补充 好 为什么我需要知道 你练习的时候的困难呢 是因为当你有描述 因为我们的练习有好几步 对 比方说 你的练习的困难是说 老师我没有办法判断 我是追的还是逃的 我觉得好像 我们两个都差不多 那我就会知道 你其实现在需要先厘清这件事情 你才有办法练习做下一步 哦 他提供你判断点 对 然后比方说 他现在是说 哦 老师我 我可以清楚描述 描述清楚我们的事情 是怎么样吵的 先怎么样再后怎么样 可是我发现我要做 那个 三之一的对话练习的时候 要去写我的情绪是什么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怎么写 哦 然后你就会判断 对 所以我就会知道 对你来讲可能跟 连情绪跟需求对你而言都是陌生的 OK 需要再多一点练习 或者是我给你一些方法 帮助你更快的可以掌握 那你第一步要先过 它是一个挡修的概念 懂 因为你第一步都没有先过的时候 就很可能我回应你的变成是一大块 一大块 然后你其实是做不到的 就是拿了宝物也不知道怎么用啊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你有写 我才会知道 你的情况在哪里 然后可以最贴近你的下一步 好 所以我也再次呼吁大家 这是以来在表单上面的要求 它是有它的用意的 那这四大块都很重要 你写的越完整 老师就能够越贴近你的去 给你回馈 给你更全面的帮助 对对对 好那最后 就是回到小云的case 对 小云期待老师回答的问题 那这边就是内容有点长 那大家就是先跟我一起来靠近小云 对对对 那小云说她跟她的男友呢 就是之前会有一些 争执或者是口角的时候 男友会比较直接的去跟她妈妈说 那就导致对方的妈妈对小云有偏见 那小云就当下会很愤怒伤心 然后觉得自己被贴标签 那她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看出自己的男友其实是逃避义父 然后好像她一直夹在小云 跟她的家人中间 像一只敏感的穿衫甲 那每次她 就小云只要提到家人的话题 男友就会容易感觉自己不够好 然后就会情绪爆炸开来 开始咄咄逼人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决定分开 所以就已经分手一次了 然后后来男友好像有一些 自己的修炼跟前进 就是她去男友去参加了 非暴力沟通的课程吧 然后小云可能在这个中间 有看到她的有一些转变 就是她看到她对妈妈的态度转变了 那妈妈可能对小云的态度也转变了 所以他们就复合 然后等到小云在工作上又有变动的时候 就是她的工作压力变得很大 那时候她的男友 因为她男友其实是工程师 然后小云会很需要陪伴跟倾听 可是她会男友不知道怎么回应她 然后小云就也想要请男友 跟她一起去寻找个人咨询的资料 然后男友的回应却是 她就是一边打电动没有看小云 她就说我不能放松一下吗 就是这就让小云又有更失落 没有被接触的感觉 所以他们两个就又再次的发生争执 然后与此同时呢 有一件事情还更糟糕 就是男友在进现在的公司的时候 曾经受过她那个公司的女同事的一个恩惠 对 那我们假设这个女同事叫做B好了 意思就是男朋友曾经接受过B的帮助 所以跟这个B好像感情比较好 所以等到那个男友跟小云 就是感情不好的时候 她反而会直接想到B 要去跟B讲话 而且后来B她自己的感情也分手了 所以她也对小云的男友有一种 有什么心事就会想要跟小云的男朋友讲 对 那小云对于这样子的互动 她其实是很震惊的 就觉得他们好像互动太close了 虽然小云并没有看到很明确的出轨的事情 但是男友也觉得男友也有自己去表明 自己只是把那个B当成同事而已 对 可是但是当下男友就传了一段话给B 就是很明确的跟她表达 我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太适合半夜一直跟你通电话 听你抱怨 对而且是硬小咪的要求 对对对 做的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小云 小云小云对对 老师 抱歉抱歉 好这是小云 对 然后结果B就非常生气 然后小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如果你真的跟我们男朋友只是同事的话 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生气 对 所以他就要求他的男朋友 除了工作跟你们的团体活动之外 不要再跟B接触了 可是呢 B还是会对他男朋友说一些 你就会关心我啦之类的话 然后小云就传了一段话 就是希望 他传一段话给B 希望B去尊重他男朋友的意愿 对 然后男朋友 男朋友还 就是 就是B会觉得 小云 小云好像很没有道理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误解我 然后他要求要跟小云还有男朋友对职 然后小云的男朋友就觉得 就是他这个时候才看清楚了 原来B是这种人 就是没想到我为了这样子的同事 去跟小云的关系搞坏 然后他们 他男朋友觉得没有必要 可是小云这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他还是决定分手 对 那意思是他们现在其实是分手的状态 不过小云的来信就是问 他是不是不该再相信他了 然后 还是要再给彼此磨合机会 然后他希望能够看到老师有不同的看法 这样子 对 他问说 然后他也有提到说 他觉得自己不是不相信男友 只是他对未来可不可以共度难关 是没有信心 哦对对对 对 是是是 他有提到这个部分 好 以白的看见呢 我其实真心觉得小云很难 因为我觉得从他描述的那个关系的历程 其实这真的是一段他很难取舍的感情 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前面也有分 然后又有合 然后现在又分 所以那个分分合合里面 大部分就是你对这个人啊 或是这个关系 真心有一些放不下的事情 是 可是又有一些地方觉得很困难 不知道怎么办 嗯 那 其实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情境里面 我就顺便也跟 就是听众朋友们说 我觉得说不定有很多现在在听的人 就是在关系里面有点 又想继续 然后又觉得 好像继续很可怕 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到底要怎么判断 对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在这个情境里面的时候 都会很想要依靠自己想清楚 做决定 是 但是 就会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你是要考虑要不要买一个房子 好 或是要不要换一个工作 或要不要出国留学 你真的是可以想清楚 在做决定 原因是那中间牵涉到的元素 大部分 对于未来可不可以共度难关 有信心 所以 只不要在对方身上 而且另外一个吊诡的地方 就是 比方到底会不会改变啊 情况到底会不会比较好啊 你没有发现都是未来事 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所谓的想清楚 我们的想都是based on推测 哦哦 跟赌博吗 赌注 对 有点是赌注 就想说我今天赌会不会赌错 我会不会后悔 好 比方说我现在这么早就离开他 是不是没有给我们关系足够的机会 我以后会不会后悔 饿完这样子 就是那种电视剧不是演出很多回头 之后才发现最爱我的人 旧爱还是最美吧 对 可是他已经结婚了 哦 那种之类的 或是你就会 那很多都只是连续剧啦 哦 好啦 好啦 哈哈哈 可是你知道人在那个当下就会 你其实是没办法做决定 OK 因为又是未来事 嗯 然后指标又在对方身上 对 所以真的如果要解决这个尴尬的困境 其实我们得就变成要先确定 嗯 这一切有没有可能是现在是 OK 嗯 也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指标 有没有办法现在就发生 而且稳固的发生 那比如说 嗯 你说 那比如说有什么指标是可以让我觉得 它是现在就发生的眉目 嗯 当然其中有一个部分是 嗯 一定 会看不到眉目的东西 嗯 就是你凭自己努力 嗯 因为如果你凭你自己努力啊 嗯 对方没有配合你的话 嗯 其实那个努力很容易就是白费 以白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对方没有任何他现在既有行为上的改变 对 或者是说哦好 如果你你你你谈的是眉目这件事情的话 第一个就是我在表达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对方有没有听懂 哦 因为像你记不记得有一集 我们说我也忘记那一集的女主角是谁 可是她最困扰的就是 她每一次提一个她的需要 她的男朋友就用情绪来回应她的情绪 OK 好像有 好像是脚踏车那件事情 哦 脚踏车那件事情 那就是菜菜 哦 菜菜对对对对 对所以 你看如果我 我光是讲 嗯 我都还没有 我都还没有 对方都还没有听懂 他已经会给我一个很复向的回应 嗯嗯嗯 那就很困难嘛 好 所以一个是我讲的时候 对方有没有办法听懂 是 然后第二个是 他听懂 或他听到了之后 他有没有意愿 调整 OK 可是调整不一定代表他会做好哦 是是是是 可能只是他有意愿而已 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要修炼的 对 然后第三个才会是 那如果他有听懂 而且他有意愿调整 嗯嗯嗯 那他的调整 到底是 调的怎样 哦哦 就这是三个指标嘛 是是是 那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 如果是两种情况 他就这三个指标 一定不 很难发生 因为有些时候你自己努力而已 嗯 你自己自顾自的做一些调整 嗯嗯 或自顾自的做一些沟通 嗯嗯 可是你看他没有跟着一起努力 嗯嗯嗯嗯嗯 那 是不是 他就会没有意愿 做行动啊 我们刚刚不是说 对 听懂 有意愿 跟做出来的调整 真的有用 是是是是 你看他第二个条件 就没有办法 OK 那另外一个状况 也会很难看到眉目 有些人呢 嗯 他会怕自己白花 利器 哦 然后最后结果又是不好 所以他会等着看对方改变 哦 是哦 就是如果你有在意我 嗯嗯嗯 你有在意这个关系 嗯嗯 那你就要自己努力啊 嗯嗯 我等着看你有没有努力 OK 但是其实这样子 并没有去帮助对方 愿意做出什么事情 对不对 对因为一来 你假使等着看 对 那就有可能 从对方的视角来看 你就没有要动啊 那为什么我要动 对 对 他也会影响他的意愿 另外就是 我们如果等着看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会懒得讲 嗯哼 欸因为我就觉得 我已经讲过了 哦 啊你有听懂你就听懂 你听不懂就代表 你不够 在乎这个关系 好像 我感觉到一种 掉进心里面 角力的吊诡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是不是 对对 所以你看不管是 我自己努力 没有对方配合 还是我等着看对方 嗯 其实这两个 都很容易回到 旧有的模式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让那个 从未来式 变成现在式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们双方 要一起啊 也就是说 他们需要再回到 关系里面 愿意再 一起尝试吗 我觉得 双方一起的意思是 只要你心态上不要是等着看 嗯哼 跟你心态上不要是那种 没关系 对方敢不感觉到 他 嗯 有没有发现 嗯 我都 尽力做 我就做我能做的 就是那个 觉得我 没被发现也没关系 就是那怎么讲啊 就是 他是比较一种 退缩的心态 对不对 想一下 对啊 我刚脑海当中 马上就出现 陈森不是有一首歌叫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吗 哦 就说他只顾做他自己的 他其实是没有去确认说 我这样做是你要的吗 嗯嗯 我这样做是你喜欢的吗 我这样做是有帮助的吗 就是比较一厢情愿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那聊到这里 我也借这个机会 呼吁下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也在关系里面累了 很希望对方能够听懂 跟你一起调整 一起前进 现在有个很棒的消息 跟你分享哦 以白老师将在 2024年的1月14日 在奇点文化开设 一起幸福工作坊 这是一门实体课程 相关的课程说明 在奇点文化的官网上 就可以看到 很鼓励你邀请你的伴侣 一起来参加 你们将在以白老师 和他带领的专业心理师 团队的协助下 拨开关系里面的迷雾 看见彼此的真心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只要我的心态 不是一厢情愿 不是等着看 然后我会努力邀请对方 去跟对方简合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就比较是 有可能成功 现在是 对对对对 那再来呢 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是要一起 我观察到的小云的情况 大概我觉得关键主要是 她觉得男友没有能力去阻挡危险 把危险抵挡在外面去保护这个关系 比方说她不是有讲到 可能她就觉得 哎男友为什么不会分辨 有些话不是不应该告诉你妈吗 哈哈哈哈 这个还是蛮多女生的困扰的 这就觉得男生很很直啊 对然后她就会想说 那你怎么都没有想到 你你讲这些话 你妈会怎么想我 嗯然后你妈对我的观感 会怎么样影响我们以后 如果真的要长久的走下去 是是 那所以她就会觉得说 你好像没有那个危险的sense 你没有办法提醒自己说 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确实 你这样一提我真的有感觉 可能小云最大的 心里面的障碍是这一点 她觉得她男朋友 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关系 就有点呆呆的 对像那个你说 逼同事的事情也是嘛 对对对 就是她可能也会觉得说 那你怎么没有自己 如果我没有发现呢 好如果我没有 我没有逼你说 你要跟那个人讲情 有一些表态 对有一些表态的话 那你是不是傻傻的 都不会发现说 欸对方是不是误会了 或对方是不是其实心里 存有别的想法 有可能 对 然后她如果越来越觉得 她是跟你在一起的 那是不是会危害到我们的关系 所以你看 不同的事情 我自己体会到的 小云的那个关键都是 好像另外一半是没有能力 分辨危险 然后设一个界限 把危险挡在外面 然后就变成小云 要自己去面对说 我们的关系受到损害啊 然后我自己可能会受伤啊 就会觉得自己 没有办法被保护嘛 好那 以白我跟你聊到这边 我就有一个好奇啊 那到底她这个男朋友 是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不可以也为广大的 对因为很多人的男友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对不对 其实我要帮 那个男生平反一下 好 我资商事里面 也有遇到很多是 女生是这样欸 OKOKOK 就是生气的是男生 对不起 我道歉 是我的偏见 对不起 对可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好像对 像对小云来讲 她觉得这不是common sense吗 对对对 这不是应该本来就会知道的吗 那你为什么 对为什么你的反应是这样 对对对 那我就想到她的 她的那个性里面 有一个部分 就刚刚可能还来不及念到 就是说 小云其实有观察到她的男友 面对妈妈的情绪 在成长的过程跟童年的经验里面 是 面对妈妈的情绪的时候 她都是选择回避 喔对对对 关掉自己的感觉 她会自己回房间 对然后就躲进房间里了 是是是 那 嗯 这个讯息其实会让我有一些联想 嗯嗯 就是我们一般说 要可以设下界限的人 嗯 嗯 要设下界限也不容易 要设下界限 其实是需要一些能力的 比方说第一个能力是 她要对她自己的那条线 先有感觉 是有感觉 嗯 那这个有一些是 天生气质的影响 嗯 好比方说 有些孩子她就是 比方说她在 她在 她在一个 可以玩玩具的地方 弄她自己的东西 嗯 然后别的小朋友 靠过来的时候 可能要拿她堆的积木 后面还有一个别的东西 所以手回过来的时候 嗯 就把她的积木弄倒了 弄倒了 那有一些小宝宝 其实她们那个弄倒 就 噢倒了 哈哈哈 你刚刚那个反应好可爱 对她就没有什么 她就噢 然后继续 再剪回来 对 可是你就看到有些小宝宝 她那个一样是 东西被弄倒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她的情绪反应是很大 你弄到我了 对她就很生气 或是像那种宝宝 有时候还不会讲话 她就直接手就出手了 噢 扒过去 对 所以有一些是天生气质 就是她们 呃 对自己的线有觉察吗 她有知道 这个是 我 我被踩到 我在意的 是 对 那第二个能力就是说 我们说线被踩到的时候 其实要有足够的情绪反应 足够的情绪 比方说 我觉得生气这个情绪 它是有功能的 嗯哼 比方说 我们说去抗议的人 嗯 你要去丢鸡蛋对不对 嗯 你是不是一定要够生气 对 才会有动力跟勇气 对对对 然后你会不会发现 比方说我们像 有时候人际互动 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些朋友 或是你自己的家人另一半 嗯 她在跟你抱怨 她的同事的时候 嗯 不是讲得很气吗 是 然后气呼呼的就说 那我明天去的时候 嗯 我要跟她讲说 以后不能再这样子了 她写的专案 她自己要负责 是 她是不是气呼呼 是 然后隔天去到办公室的时候 没讲 气不出来 哈哈哈哈 你知道她的情绪反应不够 的时候 我们要 拿出那个power 去抗议 她都会消轰 哦 懂 所以第二个能力是说 现被踩到的时候 她要有足够的情绪反应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说有情绪反应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去抗议 对 可是抗议我是会面对 对方的反应 对 好比方说这个男友 她去跟她妈妈抗议的时候 她是不是得面对她妈妈的情绪反应 对啊 或者是她去跟B表态的时候 她是不是要 也要去面对 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样 是是是 那有些人 她是一个情绪张力 嗯嗯嗯 那有些人这个情绪张力的耐受力 嗯 不太够的时候 她其实也会临阵脱逃 她光想像就把自己吓 对 倒退万步 对对对对对 所以第三个能力 也是要有那个耐受力去承受 那个我表达抗议之后 对方的反应 我可能会面对的张力 OK 那第四个能力其实是 因为我们要设界线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你要抗议就会成功 因为那包含对方的反应 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其实抗议完以后 接下来的步骤其实是协商啊 对 嗯你会发现 对你会发现有一类的另外一半 他们很会跟自己的原生家庭踩界线 嗯 可是他们踩界线的方式是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回去骂我妈 哦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有懂 这不是协商 对他不是协商 他就是回去发一顿彪 嗯嗯嗯 可是你看其实发一顿彪 受害的是不是还是另一半 对 你妈一定知道你是为了谁来跟我发飙的 对啊 对啊 关系还是没有前进 对对对 所以你看那个结局 其实一样是没有办法良好的设限 嗯嗯嗯 他可以抗议 但他没有办法进行后面的协商 对啊 所以就是第四个能力是 他有没有足够的情绪调节能力 嗯 让他表达抗议以后他可以好好的说话 可以启动认知功能去跟对方协商 是真的 对 那部分是一个很强的能力 对那你看 像如果要可以踩界线需要这四个能力的话 嗯 那我就回到小云的男友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想想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很难设界线的 嗯嗯 你其实真的 我们要给他一点点同理心 是去回头看一看 嗯 他的原生家庭跟他怎么长大 OK 好 呃 并不是说我们回头看他的原生家庭 就代表好我要体谅你 那我就都不要要求你 划界线 不是不是不是 这就是我每一次在录节目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讲 这就是太快跳到问题解决 是是是 你去了解他的原生家庭的时候 不用妥协 而是你去理解可能他的困难 嗯嗯 跟他需要你的帮助 OK 在哪里 比方说 如果从小面对的是 爸爸妈妈的情绪 比较高压 嗯 然后张力比较大的孩子 嗯 那因为这样的父母 他们会 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而且父母你知道总是会说 我就是为了你好啊 我打你也是为了你好 小孩 我吼你也是为了你好 从小就习惯被情乐 对 那所以其实小孩在长大的过程里面 他会学会是我的反抗 我的愤怒 嗯 其实是只会换来更糟的结果 哦 那他们要顺从的生存下来 嗯 然后不要再表达以后 还感觉到更压迫的爸妈 更用力的 更大的更倒霉的结局 对更倒霉的结局 他们一定就会更倾向麻木自己的感觉 或关掉对不对 对或关掉他 嗯 那久而久之 他就有可能对自己的那条线 到底在哪里 感觉很模糊啊 嗯 然后再来就是 就算他感觉到自己的界限被侵犯了 嗯 他会有很快的自动化反应 是自己去消化掉那些生气 不要让那些生气跑出来 哦 他自己处理掉自己啦 对 因为你想想看 像我们小时候 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 还是我同辈的人 都会有那种 你被骂的时候不能臭脸 对 我们小时候啊 对 就把爸妈在骂的时候 不然爸妈会更不爽 对他会更生气 你今天是什么面穿 对对对 所以你看 他是要压抑生气的同时 他要赶快消化掉那些东西 才不会在面部 表情显露出来 呈现 对 然后所以 这样子的孩子他久了以后 很多对刺猬 或者是很会画界限的人来讲 很理所当然的反应 对他们来讲 其实很陌生 真的 很陌生 真的 他就是不会自然这样的反应 嗯 那怎么办 当然不是就顺着他 那你这辈子就这样 嗯 而是说 他其实需要 有人 为他创造一些新的经验 因为你 这个你非常难期待他自己学会 嗯 因为他就是没有 他从小就没有啊 对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嗯 如果你像我们刚刚在讲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等着看你改变 对 那不可能会发生的 你等到天荒地老 会啦 也许就是他可能人生当中在遇到新的人 嗯 或是学习到新的东西 嗯 但是那速度就会很慢 OK 可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关系 可以让他练习第一步是 我跟这个人 比方说小云 嗯 好了 嗯 就是对男友来讲 小云 可能是就是 他在关系里面可以练习的比较安全的对象 练习什么 嗯 就是我有一些感受 嗯 或不愉快的时候 有人是会在意的 是 有人是会想知道的 想了解我 对 然后有些人在知道 我难受不舒服跟生气的时候 是会在乎我的感受到 愿意为我做调整的 哦 哦 他这样子那个男友也会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 对 那他有 你看你 你要一个人可以勇敢为自己说话 嗯 不是他需要有一些成功经验吗 是 如果他每一次勇敢为自己说话的下场 就被打枪 都是也没有也还是一样啊 嗯 那他不会有 长不出来 对长不出来 而且他也蛮难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是是是 而且就像刚刚那个小云的男友 跟B同事那个状况 对 其实就是男友又回到一个界限不清楚的状态 对 但如果这一 这个时候小云 不是跟他分手啦 嗯 就是 而是允许他OK 嗯 那你这一次的经验你学到了 嗯 那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因为你终究是要跟我在一起的 嗯 嗯 如果小云有 当时有这样子的认知 嗯 或者是知道男友是需要被陪伴练习 才会长出来的话 对 会比较有机会 嗯 对 但我这里也要跟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说 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很认真 有没有 听到老师说 那要陪伴另外一个人练习啊 他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 那我不应该这么快就把他丢掉 但也不是要变成圣魔哦 对对对对 这个我一定要说 好 因为有一些状态是 你自己真的很受苦 OK 然后对方的状况很混乱 OK 所以这种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幸福 嗯 去成全一个人的长大 我们自己的幸福 你是说 我们去委屈了自己的幸福 对对对 你就一直跟自己说 那那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就原生家庭的创伤 所以我要一直陪伴他 好好 这个提醒好重要 对 然后 所以回到小云的例子里面 我其实看我会觉得他男朋友是有潜力的 哦 有怎样的潜力 潜力鼓是不是 好 因为你看比方说他去上了非暴力沟通的课 对对对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有一些新东西进来的时候 他可以去调整 嗯 跟妈妈讲话 嗯 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 嗯 那或者是说 嗯 像小云在跟他说 哎那你应该要跟你的B同事 这样这样说 哦 说清楚 那样说的时候 你也看到他没有很多防卫啊 对 或者是反而更小 当时的攻击 没有 都没有 你看他都没有 然后他是可以从善如流 对对 然后而且 他在慢慢感觉他的界线耶 你看他看到那个同事B的回应 嗯嗯嗯嗯嗯 其实是太超过的时候 对对对 他是会跟小云一起同仇敌态 他觉得说自己很笨耶 当初怎么会为了这个女生 哦跟小云怕盘钢剪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其实是 有启蒙 哈哈哈哈 有启蒙就是他 哦我懂你说的潜力了 对对对 他有 对对 而且他会愿意做一些种调整啦 好 所以 嗯嗯 小云在问说 那我 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想法 可以看这件事情 是 是 那我 我自己会觉得 他害怕的当然是 男友没有划界线的能力 未来危险会发生嘛 对 然后 我看男友我自己觉得 其实是有一些潜力 他是可以调整 是 所以 如果 说 两个人是 继续做一些努力的话 是不用等到下一次 嗯 类似的事情发生 嗯 才来练 界线 嗯 而是我们在相处的每一天 我怎么样鼓励这个人 如果跟我相处的时候 他有不开心 嗯 他有不喜欢 他有某种 现被踩到的感觉 嗯 就鼓励他表达 他可以用我做练习 对他可以尝试 告诉我 嗯 那 但是如果小云 想要做这个练习 嗯 他也有一个点 需要先帮忙自己 的地方 是 我有观察到就是说 小云害怕 会有坏事发生的时候 嗯 好像他就会想要 离开 哦 对 好像这个信里面的两次离开 都是小云做决定的 对 好 好 那我觉得想要离开 害怕 我觉得是 我完全可以理解 是 因为我们都会害怕 对 情况变不好 对 那但是他 小云如果要继续 因为 你到底要继续回头跟他磨合 还是你要跟他分手 终究是你 你需要做出的决定 小云的决定 对 那如果你决定想要回头跟他磨合 因为你现在有听到一个方向是 我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事情 下一次危机再出现 对 我现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都可以跟他 帮助他 给他有一些新的经验 让他那个界线 画界线的能力 长得越来越好 对 那可是回头你就要想 如果每一次我害怕的时候 我其实很难 去 让我自己可以留下来 不要跑掉的话 嗯哼 那也就会 带来另外一个困难是 嗯哼 你看如果你害怕 嗯哼 你就想跑掉 嗯哼哼 那因为你的男友看起来 是不想跟你分开 对 所以他就会 有点难长出他自己 因为如果他要讲什么 真实的话的时候 是会让你跑掉的 嗯哼 他会怕他自己又被丢掉 哦 他就又会藏起来 懂 就像小时候 他可能怕他讲一些真话 嗯 妈妈会大发雷霆 嗯哼 所以他把真话藏起来 OK 然后慢慢感觉就麻木掉 OK 就是一样 所以他会讨好跟隐瞒 不去靠近自己的感觉 嗯哼 那个化界线的能力 就又变得很模糊了 OK 那我才讲到这里 小云就会觉得 人生好难喔 我到底要怎么办 我到底要怎么办 因为我又没有办法不害怕 他就是 还是让我觉得 不是很有信心嘛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是是是是 那我所以我想要在这边做一个示范 嗯 就是说 如果小云 你后来是决定回头跟他再磨合的话 嗯嗯嗯 那你又发现他有一些反应是你会害怕 然后又想要跑掉的时候 嗯嗯 你可以试试看跟他表达是说 我有发现我好像一害怕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分开 可是说实话 我其实不想要分开 嗯 小云也有适度的出场 对 坦诚 对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讨论看看 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不要那么害怕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想办法 让我不要常常害怕 就想分手 OK 对因为我自己观察到小云 我觉得他应该蛮爱这个人的 真的耶 蛮舍不得这个人的 真的 对只是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一害怕就会想跑掉 嗯嗯 那那恶性循环嘛 他越想跑掉 对方就会越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心 对 就越没有界限 对 恶性循环就是会继续在原地打转 对 所以要反过来才行 好哦 嗯嗯 我觉得解到这边啊 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小云 如果你愿意成为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人 这是一个选择 但是也并不是说你就非得跟他复合不可 好你还是要在乎自己的感受 然后去帮自己做出一个决定 但是我觉得今天一个很开脑洞的东西就是 我们往往会很靠近小云的立场 就没想到对方的视角看到的事 嗯嗯 如果我一做错我一没有界限你就把我丢掉 对 我其实会很害怕我就长不出自己 对 那我觉得很值得小云思考了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抉择点 好你要怎么帮自己做决定 嗯嗯嗯 我常觉得人生可以做决定的人他都是会很自由的 嗯 那如果你也希望自己的人生除了在关系里面有一些圆满的话 那如果在其他的面向你想要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权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资源是大家需要先掌握的 一个就是你要先帮自己留得住钱 因为你有资源可以帮你自己做生涯啊或者是物质世界的规划的话 你其实会比较容易有安全感 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搞定自己的拖延跟分心 成为你自己更喜欢的自己这样子 那这两个部分的学习其实在呃 起点线上学院嘉宁老师的课程理财心理学 跟成为你想要的改变就可以带给你很好的陪伴 那这两门课程呢目前在呃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优惠的呃活动 如果你加入单门是一次折扣200元 但如果你是两门一起加入的话会赚很多 因为总共会折扣600块 嗯那这个优惠只到12月4号的晚上12点就截止了 详细的课程资讯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就有 那很期待你现在听到的时候就加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前进 那今天的爱情整聊是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跟以白一起聊天跟你听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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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